茶树菇烏鸡汤 茶树菇烏鸡汤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 茶树菇烏鸡汤 相当简单 用料也不多 营养成分大家可以看到 视频下方 希望大家喜欢看影片 请记得订阅,分享,留言,和按赞 马上去影片,谢谢 好了,到我介绍一下 这是裏头烏鸡汤 茶树菇的材料 这里有 半碗的 大约50克 然后这里是 烏鸡汤 我之前也用过一次 这些急冻的 全部是 真空包袋 我回来,整个浸水 浸到溶了之后 才拆袋洗 就是上次我说 脂肪比较低 少 而且煮出来的味道 和冰鸡是差不多的 应该说差不多 不可以说差不多 然后 茶树菇 这里有300克 一包 原装包装的 有60克 一般来说 一般就够了 我会浸 浸到大半小时 就会把头剪掉 就像这个头 我剪掉不要 因为它是很硬的 而且吃到的时候 很粗口 我剪掉之后 接着就会把茶树菇 也会剪掉 一条 短一点才来煮糖 稍后继续 好了 烏鸡洗好 洗干净了 放入冬水里面 水就要盖大半小时 烏鸡的高度 如果能够盖大半小时 就会浪费一点 冬水放进去 让它滚了之后 就放入裸头粒 放进去 然后让它滚 大概5分钟 然后拿出来冲洗 冲洗完之后 就立刻开始煮 刚才材料讲了 稍后会有10粒的红组 好 稍后 飞完水后再继续 好了 烏鸡飞水飞了 有5分钟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用这个烏鸡 这次我不用这煮汤骨 看到水是比较清 因为它本身清洗得很干净 所以它里面的血水也不多 我拿出来冲洗完之后 就开始来煮这个汤 好了 鸡洗完之后 我将它斩开了两边 然后放进去煮 那锅里面 就将材料放进去 除了10粒红组 红组 红组就不用太早下 因为太早下 稍后把它融入 我现在就 里面加了3升的水 现在就开大火 然后就煮滚了 煮滚了之后 大概15分钟之后 转到小火 煮至1小时 45分钟 整个汤要煮2小时 因为茶树菇 出味的时间 就比较长 可以令到这些味道完全出色 好喝很多 那待会 半个小时之后 我就放红组 到最后 放盐甜味 再和大家继续 所以这条片 是相当短的 好了 现在已经大火 滚了15分钟了 那便免得等了 将红组倒入 然后转到小火 接着1小时45分钟 再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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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汤已经煮完了 现在是最后 加盐 的阶段 那我就 一个黄金比例 1升水 1茶匙的盐 现在我先加2茶匙 先加盐 再加盐 还有这个汤 是相当简单 还有很有益 至于那个食盐 的价值 就在下面的描述 大家已经看到 油份相当少 因为烏鸡的油 真的很少 够了 那我现在就把一碗 出来和大家 做完结束 这个茶树菇 烏鸡汤 就已经完成了 这一番酱 喝下去是相当浓郁 还有很鲜甜 希望大家喜欢 好 拜拜 拜拜